今天的溫度不是很高 湿度真的还不错 有79%的湿度 所以就不用浇花 这是我的一颗mini的万代栏 它快要落花了 所以我才来拍拍它 它的红花是橙色加黄色的 非常的可爱 有眼趣 万代栏通常有中性的 大型的和mini的 所以我这一颗就是mini的万代栏 实际上在市场上也并不多 我家里一般会放一些中小型的兰花 它就不会太在地方可以养更多的品种 万代栏是新加坡的国花 它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热烈 特别是那种大型的 花朵非常的大 然后它的根也非常的发达 各种颜色都有 很漂亮 我这颗万代栏 从有花包到把花包全部开完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笔记用了12天 我看了一下笔记用了12天 在核桃栗里里面 像这种 它还有一点灰绿色的时候 就不需要浇水 如果它完全是那种白灰色 才需要浇水 平常施肥呢 就用那种平衡肥 我试用的这种 还施肥 它目前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好 你看它的叶子 也是非常的干净 然后翠绿 然后翠绿 这样是摸一下它的叶子 它是挺挺的很坚硬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很漂亮 很漂亮 万代栏需要比较强烈的光照 所以我是放在阳光最好的地方 中午也是晒 也没有陪它拉窗帘 因为它要有一定的气温 它才可以开花 然后前几天 都有32度 33度这样的高温 它也没有关系 如果家里没有阳光的话 万代栏它就生活得太舒服 很开心 很开心